你好,财经揭露啊,喂,大家好啊 喂,光致瑜啊,这节讲什么啊? 喂,何志光,那其实我说过了 就是,美股,科技股,我不知道啊,何志光,我们这条片几时会出街啦 我估计是星期三左右啦,你讲讲现在我们的时间在哪里 如果不是,我们录了日了,9月18号的凌晨啦 星期一来的,星期一的凌晨 我估计9月20号出啦 那当然,应该不会太大变化的,不过你照讲 是,应该不会太大变化 那,何志光,那 都是等美国意识的结果啦,这几天我估计 是啊,我们之前提过啦 啊,就是,星期五是美股三期结算 OK?那,结算完之后就应该有个新的趋势出来 加上对这么大变的科技股上市 是,庄家必须要维持秩序,上个星期 但是,今个星期会不会显露出美股的真正面目呢? 是吧?那有些朋友都跟我说,喂,真是很不舒服 看着美股或者香港股票 为什么呢?于美股为例,你买它升又不是,买它跌又不行 买它跌又经常被人夹住,买它升又觉得它贵 那怎么做呀?什么环境呀?怎么做呢? 港股全部都是永远就是,现在这个情绪就是悲观 什么股票都很悲观 但是悲观得来呢?悲观得来呢?你又很容易找到 即是撞对股票呢?它是跌也有的,又或者在这么悲观的情况之下 有没有走势好一些呢?可以留意一下,可以欣赏一下它 其实我没有买卖建议的,何时光是吧? 纯粹欣赏一下它,为什么这么贵的?有没有股票是这样的呢? 又或者什么股票,喂,真是跳楼跳得很漂亮的呢? 我这一节就是希望跟大家分享,有些股票或者大家都懂的 不过你又没有留意到它原来不在的情况是这样的 我想就是希望做到这个效果啦,给这些朋友,OK? 第一件事,何志光,我去做一张slide出来,OK? 有些股票就跌到跳楼的,有些股票就,哇,见龙在天啊 哎,真是,有曙光啊,见龙在天,没错,差不多而已 总之,就我来说,我这些中文不是很好那些 已经讲最好的情况啦 哎,没错 那只龙在田里啦,就来飞上天啦 就来飞上天啦,只龙在你门口啦 飞了出来啦,想上天啦,想上天啦 没错啦,喂,哪一只呢? 就是啊,丁蟹歌啊 丁蟹,跳楼啊跳楼啊,真是这样 那首先讲那些不好的先啦,OK? 那第一张,看出来 那我们上节都讲过的啦 哎,这个工用股那对啦,OK? 工用股啊,哎,像丁蟹啊,真是 那3号和10300,3号梅希 哇,好差啊,这进度真是 哎,真是15元飞下来,只剩6个多 真是,真是伤心之中的伤心 不是,其实很惨的,真是都是那样 就是8年低,还要跌穿8年低 就是,玩得这些股票的人呢 很多时候呢,他都,他都不是用来炒的嘛 他用来长线投资的嘛 所以变成就是,就是一路跌下来 他不会止蚀的啊,他们只是有钱就买多些的 那希望,希望,这些公用股是好的股票来的嘛 会派高息的嘛,那我真是用来投资 然后收息的嘛,你不要将那些妖魔鬼怪的道理 对一些,就是有些传统的投资者会这样想的 但是,何志光,我就这么多年呢,我就可以这么说 我的仓里面呢,没有什么骇货的 因为一定的,你多出名都好,你一跌到某个位的时候呢 我就周身不安乐的了,我就要,我就走来止蚀的了 那止蚀真的可以保命的,ok? 所以呢,三号仔,我没有意见了,总之是见到八年低,相当惨烈 其实二号也是的,二号就反弹了在上面 距离的低位就有个,有少少的距离啊 但我也不会对二号太多的期望 那下面那只就是李泽巨的10300,ok? 10300相当基建,那都是在那个公用股指数里面 那你见到这八年的图,它都是磨着低位的,ok? 都是危险的,那何志光我上一节讲过了 能源通胀高企的时候,对公用股的运作不利 第一,第二就是美国国库债券弱,那就是美国国库债券的息口一直高 那在投资人的眼中,美国国库债券是没有风险的,当然不是啦,ok? 书本是这样教的,全世界最稳定的工具就是美国国库债券,ok? 那那里派的息口会稳定和高过香港公用股 所以认识都是香港公用股的压力啊,我担心 它好像接下来都等于丁蟹那张图那样,丁蟹准备跳下去那张,ok? 好,那在第二只啦,第二只就是香港的地产股,ok? 香港地产股是拿17号啦,那其实16号都近似的,12号就来 即是有机会都是向低位走,那都是創红,即是百年低来的啊 17号是新世界还是新红机啊? 新世界,新世界,是啦,但是16号都是差不多的,都是差不多的 新世界就跌得深一点咯,那有人说这个价位和03,04年差不多的了 很惨烈,ok?那,那都是那样啦,好像很多坏消息都酝酿着,进行着 例如很多新本要卖,但是价钱未必卖得好啊,很多的商业楼的租金也好,价值也好 跌了下来,但是有没有计算过这个数呢?有没有在业绩里反映呢? 就是一大堆的东西好像呢,就是仍然没出来的,但是就已经白了 所以下面这个领领领领,我们一向都不支持的,不赞的领领领,这个纯粹是高人喜好啊,也是进入百年低位,ok? 所以香港房地產其實同樣令人失望 我們看看第二隻,11號 還有友邦1299 1299,是的,11號 11號這個恆生銀行走勢八年低,但外面又不是很多人說 又是那件事,究竟香港的房地產年累距究竟有多少呢 那麼堅決地,其實2023年頭開始搞八個月了,都控住低位 現在穿了都差不多好幾個月了 究竟裡面發生什麼事呢,為什麼這個股價是這樣的 所以這個真的令人關注 同樣的,其實香港銀行股裡面有這個中銀香港那些 其實走勢就沒有11號那麼差,八年低,但都是控住底的 所以接下來都是剝花生的 那1299就是友邦 那麼友邦有一個情況就是這些保險公司呢 其實他的資產裡面有不少美國國庫債券在那裡 那麼所以你看到他的走勢其實都不是說漂亮的 其實就是今年年頭一夾夾上去92元 現在都是落回來70元中間這樣就不見了20元 那麼他的那個項線位在59元那裡 那麼他的情況會是怎樣呢 就是他的資產會不會有很多美國債券呢 是不是 這個是一個問題的 這個是一個 就是現在很多美國國債券的話 那麼其實最終它反映回股價那裡 正如平保啊,人壽那些嘛 就是他有很多內房債的 那麼你看一下 近這一兩年他們的走勢不是跌到趴在那裡 那麼1299會不會給美國的美債牽連呢 這個真的令人關注 沒錯 我們這裡由頭到尾都是上藝術堂的 就是觀賞這個圖表啊 千萬不要當我們的投資意見我們沒有的 我們沒有投資意見啊 好,那我們下次再見吧 好,再見 拜拜